三大停電造成後續供電不穩定嗎 故宮南院上午9點多 一樓無預警的停電 院方是緊急疏散旅客 民眾就超納悶 不是高官都下台了 怎麼還停電 院方為了確定電力系統 哪裡出問題 緊急宣布中午以後就要修館 台南永康則在昨天5號又停電了 4天以來6次的停電是全台最慘 小朋友用腳踩水 忽視在沙克里玩得超開心 一旁還有團康辦活動 這裡是嘉義故宮南院 園區人潮爆滿但裡面 充氣不偶 消風躺在地上 大廳賣場燈全都暗的 故宮南院總共6組公電回路 但就在上午9點37分 其中一條回路無預警停電 我是台中過來的 這非常可惜 車說室內停電 那我們就在戶外玩 院方緊急維修也立刻貼出公告 12點以後閉館全面檢修 不排除可能跟303大停電有關 管已經下台會處理了嗎 當然還是停電了 還在確認它現在發生的原因 同樣懷疑大停電造成的 還有台南永康區 超商店員忙著搬貨滿頭大汗 住宅區吃飯時間一片黑壓壓 電箱爆炸 剛剛這個是下午的時候冒煙 我真的最近很倒 永康居民更氣的是 從3月2號深夜11點停電 303全台大停電 早晚各停一次 5號最扯上午下午晚上都停電 4天停6次全台最慘 但PTT網友爆料 特地查詢台電網站 居然公告停電是計畫性工作 不是電源不足造成停電 還沒到夏天用電高峰就連續停電 台電董事長總經理扛責任丟無三號 政府掛保證不缺電 民眾依舊心裡充滿大問號 記者在關照侯滾王書宏談